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 在加拿大孟晚舟的案件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这是孟晚舟引渡案的最后一轮听证会 从8月4号到8月20号 那么审讯的内容就是 是否应该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具体的案件我们之前多期节目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讲了 那么加拿大的法律是非常的完善的 而且整个过程是极为庞大 极为复杂的 孟晚舟也请到了加拿大最著名的律师团队 可以说是梦幻团队来替他辩护 同时他自己还可以住在豪宅里边 跟家人团聚 甚至可以包下中餐厅进行party活动 虽然他脚上带着脚料 但是他的人权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 这跟在中国那两个加拿大的商人和前外交官 受到在于就是完全是天壤之别了 到底加拿大跟中国哪个国家是法治社会 哪个国家是尊重人权的一览无余 那么肯定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孟晚舟会不会被加拿大引渡到美国去 而按照过往的经验 就是美国跟加拿大有这样的一个双边协议 那么在美国被起诉的人 加拿大是有义务去逮捕去引渡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被引渡到美国的可能性是极大 我认为是超过50%的 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情况 就是孟晚舟案件有点它的特殊之处 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孟晚舟本人和他背后的势力 实在是太庞大了 因为它背后是华为 而华为的背后是中国政府 所以它的特殊性造成了这件事情 有可能把它按照政治上的情况来处理 因为它涉及到了外交关系 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这就不单纯是一个法律案件了 并且他又请了这么强有力的一个律师团 还有就是背后有中国政府撑腰 中国政府甚至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甚至去逮捕加拿大人 把他们当做人质 来威胁加拿大政府 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件事情 上升到了一个政治的层面 当然了你说美国对付华为 有没有它背后政治的考量 当然也有了 当然也有了这毫无疑问的事情 但是它对付华为 它一定是掌握证据的 它一定是按照法律来诉讼的 因为它是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 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 所以说孟晚舟肯定是有嫌疑 或者是检方已经拥有了一些的证据 这个证据很可能会给她定罪 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去通缉她 要求引渡她 这跟中国有意的去编织一些理由 然后去进行政治迫害 这个是完全两回事的 因为他们是讲法治的国家 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而中国是党政合一的 是司法是不独立的 所以说这个应该要分开来看 但是目前看来 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 似乎没有起到什么好的效果 或者说加拿大政府 在孟晚舟的问题上 并没有向中国低头 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 给加拿大政府credit 还是应该称赞一下加拿大政府 它敢于去维护 加拿大司法的独立性 敢于去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能因为有政治上的压力 有外国政府的威胁 你就卑躬屈膝 这样的话以后 别人一威胁你你就认怂 一威胁你认怂 加拿大还有所谓的法治吗 对吧 加拿大还有所谓的民主自由吗 就没有了 所以说面对中国的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巨大的压力 加拿大是挺住了 而且很多的国家 不管是美国 还是欧洲的很多国家 都表态支持加拿大 在这个问题上面 都认为中国是太过分了 做的是非常的可耻的 那么加拿大有了这么多国家的力挺 背后的撑腰 它也相对来说有了一定的底气 所以加拿大政府一直没有干涉司法的程序 一直走到现在 所以最后如果让我做一个判断的话 我认为孟晚舟被引渡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变数 而变数其中就包括中国对加拿大的施压 有可能导致在庭审结束之后 加拿大的司法部长否决引渡案 因为他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其实除了加拿大的司法部长介入以外 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美国放弃引渡孟晚舟 然后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配合 这个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换取什么呢 其中就有可能包括两名加拿大的人质 要让中国释放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就是美国跟中国有这么多的冲突 其中美国对中国的不满的地方 也有很多很多 那么美国民主党政府 就有可能以孟晚舟为筹码 毕竟当初也抓也不是她抓的 毕竟抓的时候是特朗普执政的时候抓的 也不是民主党想抓的 所以说这有可能作为一个地下的交易 但是当然前期条件是孟晚舟必须认罪 或者说华为还是要遭到一个惩罚的 不管是罚款也好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惩罚 孟晚舟个人 是活是死 是在中国还是到了美国 还是在加拿大 这个没有多少人真正的关心 我没有不认识孟晚舟 孟晚舟又不是我的朋友 对吧 她的死活跟国家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也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不要太把目光局限在 个人的她的最后的前途 要看的是华为的前途 看的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和中国在全世界所处的一个位置 还有就是中国本国的 它内部的这个政治的变化 变迁 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它个人并不影响整个的局势的变化 不会因为这个一个人而影响 它顶多是一个导火索 但是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这种本质性的冲突 是体制跟体制之间的冲突 或者是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或者是价值观跟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这个不是某一个人能够改变的 有些个人能够改变一些零星的事件 某一个人的前途或者是命运 但是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 改变不了整个国际局势的走向 那么我再多说一句 因为孟晚舟这个事情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最后的听证阶段了 那么国内的一个财经专家叶谭 她发了一个微博 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 这个微博就是在跪舔孟晚舟 跪舔华为 她说让我们关注加拿大一个勇敢的女人 她在替所有人担罪 8月4日起 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后阶段审理 彭博社回顾加拿大引渡案审判的历史数据 几率仅为1% 用12分的努力追逐一丝希望 点赞 她点赞是点赞孟晚舟 说她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关键其中有一句话 得罪了所有人 她说孟晚舟是在替我们所有人担罪 她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 引起了非常多人的不满 一方面支持孟晚舟的人不满 还有一个 不在乎孟晚舟的人也不满 支持孟晚舟的人不满 是因为凭什么说孟晚舟在担罪 难道她真的有罪吗 其中更多的人是骂叶谭 把所有人都绑架了 孟晚舟一个人她被怀疑是犯了罪 跟我们普通的平民百姓 又有什么关系 有人说跟我没半点关系 她自己犯的罪 自己担 还有人说请别代表我 我一个月薪三千 月供房贷一千五的屁民 要我为住着加拿大 亿万豪宅的富婆操着心 人家全家加拿大团聚着 这个有点莫名其妙了 这家公司火中取利 赚了也没分给其他人 其他人有啥罪 在被狂骂之后 她删除了这条微博 但同时她又发了一个声明 看到这个回复 真的觉得她更加的无耻 如果她说之前的口误也就算了 她的回复很清晰的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是贵遍华为 她说在她的心目当中 孟晚舟是清白的 说自始至终 我们对孟晚舟事件态度都很明确 美国布下天罗地网 算计中国顶尖的科技企业 无外乎让中国成为二流的国家 这是很明显要煽动民族主义 煽动仇美恨美反美的这样的情绪 因为她知道中国人现在普遍是有这样的情绪的 她要赶紧跟大家打成一片 第二句话就是贵舔资本家 她说人在加拿大带电子脚料 博弈在第一线 有情怀 这样的女人是勇敢的 这样的女企业家值得佩服 作为一个财经专家 她当然要夸耀在中国的最有钱有势这样的一家企业了 毕竟她是需要金主的 但是她这种贵舔的姿势实在是太令人作偶了 就这个人为什么被带电子脚料 对吧 那也是因为她犯罪了 或者说她至少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你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 你说她是在博弈第一线 那你怎么不说吴亦凡 她还带的不是电子脚料 她可能带的是手铐脚料 那你怎么不说她是在博弈第一线 有情怀呢 你怎么不说她面对警方的抓捕 她是勇敢的呢 他们同样都是犯罪嫌疑人 所以她这句话很明显是毫无逻辑可言的 她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怎么就有情怀 还勇敢 然后还值得佩服 她值得佩服的地方在哪 我就看不出来 对不对 她也没讲清楚为什么值得佩服 就是因为她变成了美国的犯罪嫌疑人 她就值得佩服了吗 还是因为她家里有钱 因为她是大金主 因为她可以请这么庞大的律师团 可以住在豪宅里边 还可以请保镖 对吧 她的爸爸是谁谁 她背后靠身是中国共产党政府 所以说她才值得佩服 其实你佩服的不是孟晚舟 夜谭佩服的不是孟晚舟本人 实际上她这句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她佩服的是孟晚舟背后的 拥有权力的 拥有财力的这样的巨大的势力 包括这次的郑州水患 我们看到了夜谭做节目 专门去夸奖中国政府 反映多么的好 说这是世界第一 看到这种拍政府马屁的嘴脸 我们也能看得出这所谓的财经专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德性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品 但是问题是你这么恶心的去毫无底线的去跪舔当权者 跪舔公权力也就罢了 问题是你还摆出一份忧国忧民的姿态 还摆出一份多么的爱国 然后多么的关心中国人民 就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 这就让人实在觉得他太恶心了 比如他在回复里就说 他坚持为健康的市场化发声 为民族企业的发展发声 让国人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看到他这副嘴脸 然后再看到他这么吹嘘自己 真的让人觉得是受不了的 你自己跪舔权贵也就算了 你自己想赚钱也就算了 非要说关心中国人 他要努力让所有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 你是在想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 好不好 你是想维持自己的体面的生活 想攀附权贵 天天拍政府马屁 怎么就关心中国人民了呢 多少没有尊严生活的那些中国人 你为他们说过一句话吗 然后他的回应里面 最后又提到了三次 说自己是财经女侠 他一开始说 我愧不敢当这个女侠二次 紧接就说了 我要担负起财经女侠的重任 一个回复里头提到三次财经女侠 他背后的小心思 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他还是想通过这一次的事件 来给自己炒作一番 即使是一种骂名 他通过自己的回复 也要给大家灌输 我是财经女侠 这样的一个印象 实际上还是被推销自己 为了营销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中国大陆 即使是不管什么女侠 男侠 什么侠 或者自由派 或者过去的所有的人设 你都要打破 最近不是看到了什么高晓松 什么葛建雄 现在有来一个夜谭 一个个人设都在崩塌 我们要知道 只要他还活在中国大陆 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么的名望 或者我们觉得他多么有开明的思想 他们都可能会很快的让我们非常的失望 就是他们随时的可能都会突然变成又红又专的 一个听党话 跟党走 赶党恩的这样的一个党棍 现在的中国的形势就是在朝着把所有人都变成党的喉舌和党的奴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即使过去让我们觉得是个自由派的人士 是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人也都一个一个的陷落 他们即使现在撑 我恐怕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了 他们可能最多最多能做的事情就是把嘴闭上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这就是很不容易了 他没有讲出那些让我们觉得非常恶心的话 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就已经算是他在我们心目中还没有完全崩塌 而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人一个一个的都倒在我们面前 甚至可能细思极恐 就是有些人可能已经跪倒了 但他表面上还没有跪倒 就是表面上还称 好像自己还是众人皆罪我独行 还是一个中国的自由民主的一盏明灯什么的 他甚至有可能已经跪了 我们不知道而已 比如说他有些话都不说了 过去还说 现在就不说了 比如说之前我批评过的梁文道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这种情况也很有可能 或者说在这种大的局势下 没有人能够幸免 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继续在中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未来一定会全军覆没的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这些知识分子 过去崇拜的 喜欢的这些人 一个个都会改变成另外一副嘴脸 这不一定是他们自愿的 但是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他们都会让我们觉得世事无常 人心险恶 这些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